上有卫星两颗两颗卫星 地上有生命教育基金 有那个就是说那个中心 免费开放 专门有义工 法师每年还要亲自去推动 光盘书都这样推 这么多年十年下来 力度这么大 徐云老和尚讲的这个世界 磨墙法弱 磨墙法弱 佛出来教化众生 不理你 对不对 看不理你 磨出来一虎百应 因为这本身就是这样一个 业力的世界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很可惜的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哎呀 心就得到了佛法的加持 佛法之光就照着我们全家 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学佛 他都得到三宝的加持 所以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弘扬佛法 对整个世界整个宇宙 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要好好的关心 生命电视台 更要感恩有很多生命菩萨 到处到外面去邀大家来 护持生命电视台出钱出力 也希望各位多邀请别人 收看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生命电视台 更有很多的 这种资良来制作更多 普渡众生的 好的节目 动画 联系剧 请更好的法师 甚至到海外的佛教活动 这么好 可以买更好的配备 制作更好的 那么 这种生命弘扬佛法的节目 普渡众生 所以各位多关心 所护持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松雕的报复 居住在山区里的猎人 欧恩 经常拿着猎枪 去山林里打猎 他最喜欢猎杀的 是生活在树林中的松雕 因为松雕的毛皮 是制造皮质品的 最佳材料 菲尔一直想要个雕皮帽 如果能猎到一只松雕的话 该多好啊 你赢去吧 你瞪大眼睛看好 要是发现了松雕 可千万不能放他走啊 如果抓得到松雕 我们就可以大赚一笔的 孩子们 你们在这里 安安稳稳地睡一觉吧 我出去找点东西吃 让你们睡饱之后 可以吃的 不好 是猎鹰 糟糕 他好像发现了我的洞穴 猎鹰发现猎物了 应该是一只松雕 好险了 多亏距离洞口近 否则就会被猎鹰抓走的 怎么回事 猎物跑去哪里了 啊 猎物不会躲到那棵树木里面了吧 这么说 他应该是一只松雕啊 啊 怎么还有猎人 他一定会发现这里的 这下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他越走越近 一定会发现这里的 如果他发现了这里 一定会抓走我的孩子 不行 我得保护他们 孩子 再见了 哎呀 好大的一只松雕啊 快去抓住他 不要让他跑了 哎呀 他要是跑进刮木丛里 猎鹰可就没办法了 哼 休想 逃掉 咦 哈哈 太棒了 打住了 这只松雕 卖给菲尔 能赚不少钱的 下次 再打到一只松雕的话 我也做一顶皮帽子 松雕妈妈被打死之后 留在洞里的 那两只小松雕睡醒后 发现 妈妈不见了 显得非常的焦躁不安 他们不停地叫着 希望能把自己的母亲 叫回来 咦 这是什么声音呢 亮 这里有个洞 好像是松雕雕的洞瘤 可怜的小家伙 肚子都饿扁了 看来你们的母亲 一定是遭遇不测了 多亏我发现了你们 否则你们一定会饿死在这里的 约克把这两只小松雕带回家后 养了起来 在他的细心胃养下 这两个小家伙长得非常快 没多久便能调皮地到处跑来跑去 经过几个月的饲养 这两只小家伙都长大了 哎 约克 你怎么不把他们关起来啊 难道你就不怕他们跑掉吗 对呀 约克 我建议你还是将它关起来 不然 等你没有注意的时候 他们可能一溜烟就不见的 他们听话的呢 每天早晨 他们就跑到山林里找东西吃 吃饱了 就会自己跑回来 约克 看来这两个家伙都通人性啊 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 原来他们这么乖哦 那约克 你一定花了很多心思照顾他们的 哇 约克 你怎么有养着小松雕啊 是啊 这是我从山林里捡来的 他们的妈妈应该已经死掉了 如果他们没遇到我 那肯定会死掉的 欧恩 他们的母亲不会是被你杀死的吧 你不要乱说啊 约克 你送我一只小松雕 好不好啊 啊 你要松雕做什么 呃 我看他们蛮可爱的 我也想养一只 当宠物 过过瘾的 欧恩 你不会想把它做成皮帽子 而不是当宠物养吧 不要乱说 我是养来当宠物的 再说了 他们个头这么小 哪里能做皮帽子呀 约克 你就送我一只吧 拜托了 好吧 不过 你可不能伤害它 如果让我知道 你伤害它 我可是会找你算账的 约克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伤害它的 我会好好疼惜它的 那就好 我就送你一只 把这只 你就带走吧 哈哈 约克 真是太感谢你了 就这样 欧恩带走了一只小松雕 并将它 关在了笼子里 这只可怜的小家伙 从约克家的宠物 沦为了 欧恩家的囚物 小家伙 赶快长大吧 我就可以用来 做皮帽了 我警告你 不准伤害它 你听到没有 我还准备将它养大了 用它的皮毛 做帽子呢 来 小家伙 多吃点 这样才能快快长大的 用猎枪捕捉的松雕 毛皮上会有弹孔 只有将活雕剥皮后 继承的帽子才完美的 小松雕 一天天地长大 欧恩经常打量 它身上的毛色 想象着 未来雕皮帽子的样式 而小松雕 似乎也觉察到了 欧恩那贪婪的目光 它开始想躲开 但笼子太小了 它无处可躲 失去自由的小松雕 除了要躲避 欧恩的目光 还要躲避着 猎鹰的偷袭 长得挺快的嘛 看来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有一个 漂亮的 貂皮帽子了 哼 你还敢这样 盯着我看 你就看吧 反正 你也活不了多久了 哎呀 你可不能咬伤松雕的毛皮啊 原来是松雕 咬着我的老鹰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快松口 我可是花了好长时间 才将它训练成一只猎鹰的 你要是把它咬死了 我会跟你算账的 可恶的松雕 你真想害死我的鹰呢 还好 没伤到骨头 否则 这只猎鹰可就报销了 可恶的松雕 竟敢咬我的猎鹰 我不在乎你的尾巴 这不妨碍我 做顶好帽子 过几天 你再长大一点 我就把你宰了 哎呀 它可不能死掉啊 我还需要用它 再长大一点 做顶帽子呢 不行 我要赶快给它止血 要是真的死掉了 那可就亏大了 糟糕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我一定会将你抓回来的 从那天起 欧恩每天都会到山林里 寻找那只 断了一截尾巴的小松雕 但却一直没有找到 转眼间 冬天到了 连下了几天的大雪 松雕肯定饿着肚子 今天雪停了 它一定会 出来找食物 你一定要瞪大眼睛 好好寻找 我可是需要一顶 雕皮帽子呢 哈哈 猎鹰 它发现目标了 然而 当欧恩跑过去后 却吃了一惊 那猎鹰飞得有点怪 想喝醉酒似的 在空中左右摇摆着 这是怎么回事 它脖子上挂着一个什么东西 是松雕 是那只断尾的松雕 可恶的松雕 竟然将我的猎鹰咬成重伤 我非剥了你的皮 我非剥了你的皮不可 好 你这个家伙还敢出来 打中了 打中了 就在欧恩 走到那只断尾松雕 身旁的时候 约克 从树林里 远远地走了过来 哎呀 我可不能 让它看到我猎鹤松雕 我得把它 藏起来 欧恩 刚才 你又在打什么动物啊 啊 约克 我看到一只野兔 于是就开了两枪 结果那家伙 太精明了 竟然跑掉了 是吗 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 松雕需要进行保护 所以 你可不能再打松雕了 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约克 我不会再打松雕的 好痛 哎呀 痛死我了 哎呀 欧恩 你怎么了 好痛啊 看来大家说的没错 那只松雕的尾巴 果然是被你砍断的 欧恩 它这是来找你复仇的 复仇 怎么会这样 善恶有报 你那样对待它 它怎么会不找你复仇啊 啊 之前 我都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的 今天 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终于深刻地体会到 果报的真实不虚 希望你可以好好的 改过向善 不要再打猎动物 来制作皮质品的 每只动物都是有生存权的 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 来剥夺它们的生命 这样人类才可以和动物快乐和谐生存于这个世上 约可 你说的话 我会听进去的 我一定会改过向善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在设计